天亮了 老妈起床了 睡好了 昨天冷不冷 我们要出去了 老妈穿好衣服了 看看外面 这里有个卫生间 我们可以上一下 但是发现里头没有水 怎么办呀 我想了一个好办法 把我们的灰水箱的水 抽开 从这儿的厕所 正好我们昨天灰水箱的水 一直在 怎么样 明明是不是很聪明啊 好了 看来这灰水箱的水 在关键时候也是非常有用的 来我们看一下 哇 那边 也有个露营的团队 那个是昨天的那个三个一体房车的 那个是谁啊 快看 穿着和老妈一样的衣服 老妈 还真是老妈 你去哪儿溜达去了 山上还有个小亭子 山上还有个小亭子 要么我们过去看看 来看一下我们昨晚扎营的山顶 舞台托报 围建成了一个四合院 我们九个人 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大家庭 同吃同吃 其乐融融 好了我们收拾干净了 关门 出发 我们现在要挂车了 先把腿支起来 然后 收手砸 好 我们几个人感觉 昨天这个红颈鹿玩的不过瘾 决定再下山盘一圈 重新分配好车絮 再去体验一圈北京的秋名山 三号车准备就绪 OVER 那个李姐姐你是二号车 你在中间 那个 同说一遍啊 同说一遍 二号车准备就绪 OVER 二号车启动 二号车启动 三号车启动 二号车启动 二号车启动 四号车启动 一遍 一遍 三号车启动 下坡也得管一遍 一遍 现在是二十万到三十万的一遍 今生是二十万到三十万的一遍 早上的时候给点儿瞎吃了 这现场不再再来 老妈你坐后面感觉到有机能够 这一片太好看了 难道不要下来拍什么 对呀 你已经这个看见了 从这个看见了 你直接穿了那边的鱼 这个时间段 不想再彷徨 这个时间段 逃跑 走在路上 像一只血色菊蝇 散开翅膀 闪动阳光 上着潮生的方向 走在路上 忘记了世界人马 留下的伤 向着前方 吹赶明天的太阳 真是 不得一辈子 跟着附近 音乐 在那边 慢慢变 沦 想 夫 不想被世俗捆绑 有一点照样 迎着陷落的风雨 全看你呢 能努力地做一个想象 你正在怒哭了是吧 正在怒哭了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事 走在楼上 像一只雪色巨鹰 张开翅膀 山东阳光